我一定會讓你跟美人上台一起唱一首 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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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封票 封票 夠意思嗎 沒有封票 封票 沒有 不用害怕 沒有聽過啊 沒有的 滿期待的 我朋友傳的訊息了 說他去看一台BM台 750最新的 已經給他下定金了 然後就去看陽明山一個別墅 325坪 裡面有游泳池 那個25公尺長度的時候 然後他滿意 有一兩百坪的花園 這樣子 然後又跟他太太去看了一條 500萬的項鍊 鑽石像 對 他說 一切都看好了 就看下午 魏力財 開場之後就去退貨 可是這些都好訂 你叫他去訂江蕙的票 他也訂不到啊 這些都訂得到 但是你叫他真的要去訂江蕙的票 他也訂不到 不是啦 我現在是說 大家都在講魏力財 他講的好像是真的 大家以為他那麼有錢 然後他就說 就看下午的跟魏力財 那我當你要不要也去買一張跟魏力財 那這樣位置就靠你啦 對啊 可是我不知道因為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開出來是有還是沒有啦 因為我們錄影的時候已經 禮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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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五萬倍 對 不需要靠這個 禮拜一 禮拜四 明天 昨天的已經貢估了 那我禮拜天的時候叫我朋友幫我買 OK 因為他說夢到那個 號碼 他夢到那個獎卷行 獎卷行的位置 這樣講不就有 蔣卷行的位置是有 很像有山坡 山坡上面有蓋房子 然後也有馬路的那樣子的一個位置 他辨識度很低耶 已經很高啦 因為絕對不會在市區嘛 OK 他是在台北市嗎 那一回嗎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看完 我說哇 你都夢到蔣卷行了 然後我說那你幫我買 好 我禮拜天叫他幫我買 他說禮拜天買的話就是買31期嘛 就禮拜一開的 禮拜一開的 他說這一期不要買31期不會開 他禮拜天跟我講31期開不出來 真的沒有開啊 結果昨天 結果真的沒有開耶 他沒有人送 他沒有夢到的嗎 對 夢到31期不會開啊 31期開的不是31期 那趕快告訴我 山坡地旁邊的證券 新竹沒有啦 新竹沒有啦 新竹有那個什麼 大巴接生 下一期嗎 下一期開不開 所以我們這一集是要討論文章 內吳應該有 內吳應該有 這一段收視率會最高啊 這一段收視率會最高啊 內吳應該有 對啊 有地啊 哪一期開啊 山坡地 然後上面有房子 然後馬路旁邊 這是內吳嗎 內吳 來 我說你看這是禮拜幾 你看喔 這是禮拜幾 你看 星期一 對不對 我說幫我買彩券好不好 他說週三在專程幫你買 共歸31期 有沒有寫 真的有 有 有 也沒錯 應該是共歸 有沒有 對啊 我沒有亂講啊 好 等一下去內湖找 他找到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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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山 後面有什麼 好啦 講清楚好了 這是大家福氣啦 大家福氣怎麼沒中 我也在啊 沒中找你頭 在一個那個獎卷行的位置 在一個一崩塌坡地旁邊 有個很明顯的擋土牆 上面有一點類似傾斜的樹木的公寓一樓 公寓一樓 好明顯 我沒有亂講啊 沒有亂講啊 沒有亂講啊 這不一定是在台北市 新北市也有可能 全國都有可能 文山區喔 要有擋土牆 不是 因為會崩著只有文山區啊 他說 中華環島將近二十次的經歷 覺得很像台南 台中 哇 都跑掉了 還有中和 中和 中和 中和有三喔 有啊 中和有三 中和靠那個轟爐地那邊都是三 有有有 不過我覺得這就看緣分了啦 沒有聽到的觀眾 你如果說真的有這個演 剛才去找到 台南 台中 永和 為什麼有時候可以參考 是因為人家就跟你 他已經講說禮拜一會講 很準 他說禮拜一不用會共估三十一期嘛 有沒有 對啊 果然共估啊 已經全都在山上了 台中一定鋼土牆 有公寓 有公寓 長期看我們娃娃娃 非常小的 沒關係 那個 永和的機會比較大 買不到交換的票 至少有看到這個 露靈應該要中這個 可憐 我們現在觀眾就要靠這個 沒有啦 我還是告訴我 來 通話要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那個 證問節目每天 每天就是 二十億耶 二十億耶 他如果贏公開公 你知道嗎 說一些這些 我真的 我真的 你給他做證明 你應該怎麼法院出來 你說話都要說真實 他是不是這樣寫 有寫 我是被告可以說謊 證明不能說謊 沒有啦 沒有這是真的 我有看到 其實喔 說這麼多次 我朋友每次去簽 對 他說到以後 他不相信威力才弄 真的 他跟我講 正常的心理 他跟我講說 你們有看過 國外都會有人出來領獎嗎 對 你有看過台灣有人出來領獎嗎 沒有 沒有 你們不要講說出來領獎 你們有看過那一張號碼嗎 有看過就中了啊 不是 他要公佈嘛 那個彩券 真的有公佈 這個號碼這個號碼 有人真的有到 不要講誰嘛 你們有看過嗎 沒有 可是他不是會公佈 得獎彩券 就是哪一間彩券行賣出來的 對啊 通常會公佈 會公佈彩券行啊 公佈彩券行 對 公佈彩券行 因為彩券行他會有抽獎金啊 所以他會送 他會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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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佣金啦 通常得獎的人都會 紅包 不是 中獎的也會得到 也有用紅包 通常大概都包八萬八千吧 然後他 而且他一定要公佈在他的門口 有沒有 那門口說我已經中幾次 中幾次 而且他下一次 然後一旦這個公佈完之後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台東跟花蓮 不是常常有一個彩券行種嗎 有 很多人都衝去 對啊 衝去人從台北下去買的都有 衝去 那時候有那個中又中 有 按照基地問題是 如果你這彩券行買的人氣越高 你當然中獎金 我會就越大啊 我住那個文山區 有一個彩券行 我如果沒有記錯他 他中過兩次了 文山有那個邊坡擋土牆嗎 有啊 我覺得這段還是剪掉好了 萬一開獎的真的是在那種位置 我老闆不可以用追名牌 我講的內家 做夢不是常常都有的 我講的內家就是他 他們萬方音樂學對面 對… 不是我做夢 對 先講不是我做夢 是他朋友做夢 我朋友 對… 不過我聽到 你如果這邊開出來 不是你這個夢 我們這個節目跟我們有恭喜你 總是有個希望啊 可以我可以作證 不是嗎 真的真的有開出來 因為我就認識一個 就是威力財的得主 他在是不是去看你的科 不是沒有沒有沒有 精神哥 我在哪裡認識他 沒有啦 他很好笑 我為什麼會認識他 他其實平常只是一個小人物 開一家好像是小雜貨店 結果他因為重獎 應該好幾億啦 然後我在哪裡認識他 我認識他是在一個社團 不是 一個民間社團 就是我們講的台派社團 他一半的錢 全部都捐給那個社團 所以他變成裡面的董事 愛台灣啊 愛台灣 那個社團不是就好幾億進帳 不少錢 所以他當董事啊 有耶 他沒有當董事長 沒有啦 當董事 某一個社團 他沒有寫給我 但是我打電話問他的時候 我說 哇 20億會不會太多啊 他說 對啊 如果拿到這一集的話 你就準備老人失智了 我說靠 那怎麼辦 他說你就捐出來 我說好 我懂了 老人失智還愛台灣啊 這是一件好事 老人失智的話就是照顧 應到後一代啊 對 那也很好 對 OK 為什麼得到會老人失智 沒有啊 他的夢裡面是這樣認為的 OK 他夢裡得到 連你約他吃飯都要排三個月 三禮拜 不要給阿晴 三個禮拜 好 可是你說 你說看 對不起啊 我們回到一個主題 你說看到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都沒主題嗎 有 我們剛剛有主題 如果發財20億 那麼失智 我們剛剛的主題是 生活中的小確信 應該越來越像是在中和 你有感覺喔 20億 讓你想像其實都很快樂 對 光想像就很快樂 你只買一張就好 你就一直等待那一刻 對 你買一張你沒有中 你也不會覺得你有損失 那衞嘉有480億 想像 衞嘉 他有480億啊 應該不只吧 不只啦 衞嘉應該2千多億吧 沒有 借的 他在台灣借的 借的480億 對 柯文哲買不買彩券 不知道 不買 他應該是不會 他講究證據科學的人 不會買這個 他有空買嗎 我們下一段可以Call out 他有空買 他這路線沒有經過彩券 對 他有空買嗎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搞不好開出來 真的是跟你講 跟你講的 夢境還是不得了 沒有 好 回到我們的現場 這個就是隨緣就好了 剛剛網友看過 說那個夢境是得了威力才最後 我要說那個夢境有時候是真的是 真的 曾經有個案例 這個是案例 它真的也中了 它就是一群家人去南投的山區度假 然後度假的時候呢 他就晚上迷茫 說他夢到一個夢境 那個夢境呢 他對面是一個麵店 他沒有走一群家人去吃麵 夢境裡面呢 他從這個麵店往外看的時候 對面有一個就是彩券行 然後呢 他去那個地方簽了 而且呢 要買兩柱 那裡都有號碼 那一柱是電腦 然後呢 他這個夢醒了 他也不記這個事情了 那就真的 那天休假回來 要回家路上 那果不想大家就餓了 餓了就停在就是往南投 往台中的一個麵店 停下來他在裡面吃的時候 就回頭一看 驚人的事情發生了 他夢境出現的那個彩券行 就出現他那個角度 就跟夢裡一模一樣 他心心想說 那就去買啊 然後過去的時候 他夢境裡面有一部車子 會差點撞到他 他過去買的時候 真的一部車子 看車牌 他就進去了 把他夢中的號碼 然後又買了一個電腦的選柱 但我忘記內容是 到底哪一柱是得到 後來他就真的中了那一期的獎 然後有獎出 多大的獎 是頭獎嗎 頭獎就是那一期他獨得 頭獎很大呢 對他獨得 他有寫在那個 就是人家訪問他的時候 就是銀行 不是他去銀行裡錢的時候 人家訪問他 講出這個故事 其實Google到這個故事 那故事完之後 我今天晚上都在做夢 沒有啦 我們其實不是要講 特地講威力財 是因為阿扁的關係 在這個選號上面 給了很多靈感 OK 阿扁牌 阿扁牌 沒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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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啦就跟你說三十一期會攻擊啊 對啊 沒問題是大家都用阿扁好啊 對啊 那個阿扁牌